那个签纸贺是多少币一个 反正玫瑰 基本上都玫瑰晚餐蛋糕 刚才说的礼物 还有爱心 然后扣皮送的最多 扣皮给我送了好多晚餐 我看看晚餐差几个 晚餐 还有三万币的晚餐 也就是说八个晚餐 不对 六个晚餐 我数学好差 好丢人 这里有没有学生 这么简直 数学也太差了 唱歌家的 哦是唱歌家的呀 我说呢 太奇怪了 谢谢大家点赞 快出来快出来 刚刚连外的时候 都没怎么好好庆祝 我们再次恭喜一下 那一片星空 然后成为朵家 朵家军议员 成为朵家人议员 回头你可以穿个 我的马甲好不好 对 现在是安徽第一名 哦耶 我要成为安徽 怎么怎么说 我要成为安徽 有名气的祖国才行 我要带领我们朵家军 成为我们安徽 有名的 有名的这个朵家军 对我无语啊 那是我唱歌唱的 我怎么丢人了 哦就是刚才算错了嘛 嗯 这就是 这才能 说明我文科好呀 理科差 懂不懂的文科理科都好 一般这样的人很少 然后酒先给你送蛋糕了 然后咱们这个 等一片星空 这位大哥 也是心境管理哦 心境管理 这把都怨我 上一朵话就够OK了 都怨你 那别人都说呢 那也怨我呢 我也没上一朵话 你干嘛 刚才那一朵话不上 你告诉我为什么 那朵话都被你 放在口袋里 都都捂死了 都捂死了 你都不上 这首歌好听 这首歌是我唱的 爱慰主播平台很多 主播很多是吧 谢谢大家的蛋糕 嗯 嗯 这蛋糕 你嗓了 谁升级了 哎 不是 不是升级啊 我是 我是说恭喜一下 等那一片星空 升管理了 升管理了 然后他们都送蛋糕 没事 送蛋糕也行 对没人升级 就跟你送蛋糕 就恭喜你成为 我们家管理 哎你要不改成名字 这朵女子的星空 好不好 现在星空还没有人起 这朵女子的星空 叫你们加油都不看 你刚才那个对手很牛 恭喜恭喜 庆祝新来了的管理 人家播了四五年了呢 我我我才播两年 你给我 你给我个四五年 我也可以粉丝 长快一点呀 而且而且都是 我们我们开播哈 我们主播开播 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就是你越往后播 人越来越多 你刚开始起步的时候 人很少很少 长粉也很慢 等到你的粉丝 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比如说我长到了 五万粉丝 你会发现家里人气 越来越多 长到十万人又多了 然后每天一开播 就上热门 每天上热门 从一开始开播 一天就长个几十个粉丝 到后面渐渐的 一天长一百 两百三百四百 一千两千三千这样子 因为你天天都挂在热门呀 因为你家的粉丝 越来越多呀 是这种一种趋势 我们主播一般都是 这样子上 从刚开始很平缓的上 到后面就越来越高 粉丝就越来越多 清晨就是扣鼻 但也不少 放个清过清晨 所以说我我现在播两年了 那我要到第三年的时候 我一天长的粉丝 我现在一天长 三四百个粉丝 就是关注 如果我要是播三年四年的话 谢谢喝茶听戏 看美女的豆粉 给我开了一个月豆粉 第三年第四年的话 我可能一天就长 可能会长到一千个粉呢 我知道是你 我说以前叫什么 以前叫扣鼻 朵朵的扣鼻 这朵女子的扣鼻 他这搞笑的很 他起这个名字 传反行为 只有他起扣鼻 这个名字 没有人起扣鼻 我见过有人起名字 叫扣脚 扣脚 扣脚什么小王子 前几天 来到一个扣脚小王子 心有山水人如画 众多艺人来争霸 任他千交百变化 一曲温爱定天下 刚才唱温爱一定赢 我见到无言以对 以后可以不叫这名字 可以不 可以 好 我不叫你扣鼻了 没想到你脸皮也是 跟我一样薄 两年了 为啥去年不认识我 因为 因为去年 我基本上天天都不在热门上 我一个月能上一次热门就不错了 而且天天都不再推荐 会有 有时候会遇到一两个好大哥 过来 诶 朵朵 你这直播间人这么少 我帮你上个推荐啊 就给我送个推荐 置顶之类的 偶尔会遇到一个大哥说 朵朵我跟你上头条 然后人会多那么会 因为没有工会呀 没有工会 家里人少 我跟你们说 人少的主播 如果人少就一直少下去 他的人气就永远上不上去 除非遇到一些好大哥 家人们都很给力 然后团结 然后我们帮这个主播上 上推荐 上热门 然后大家一起上礼物 一起上礼物 然后榜单也高了 人气也高上去了 所以说主播命运都是这样过来的 谢谢我初一 你是我们家的黑粉吗 光头想 我之前好像看到 看到过你 你在我直播间 挺皮的 过来是代表 不是随便唱的 就是 他说五个大火箭 让我素颜 你来 你来五个大火箭 我看看 想看我素颜 之前我们家 有一个叫光头墙的 是一个黑粉的 你亏听 黑粉的 你敢上啊 先来无事 过来溜达溜达 你现在五个大火箭 把我们家榜一秒了 来 正好五个大火箭 可以秒了 你不要来忽悠我 你先上了 我就给你素颜 欢迎进来的朋友 欢迎大家 光头想 加油 不要怕 就是有什么好怕的 你上五个大火箭 我就给你素颜 晚安 晚安 心花满天幸福在身边 身边两层 温顺你心山 此刻经过 清晨相守之永远 好舒服啊 好安静 加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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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利息,你换啪啪啪 这个行呢,我二组都没有了,你换啪啪啪 我二组都没有了,你换啪啪啪